9月2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很有意义,有利于共同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积极事情。 这种合作非常珍贵,应该长久坚持下去。 世界由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中国是有着世界上最古老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之一。 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更紧密合作,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促进各种文明交流互建、包容合作,助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国有14亿多人口,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此,中国坚持科教新国战略,积极推进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展,重视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各方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努力,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阿祖来表示,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 中方支持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对促进全球妇女和女童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同中国在广泛领域拥有诸多重要共识并开展良好合作感到满意。 希望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科学、文化、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凝聚更多国际共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王毅参加会见 王毅参加会见